那先父的責任呢 我覺得我們一旦不斷的是去想要知道 神你對這世代要說什麼話 神你要 你既然你給我們一個出口 讓我們能夠接觸每年大概十萬以上的華人 那主 我們不想只是在這個地方 一再的重複舊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在乎我們每天早上在神的面前 每一個團員就是主你都在講話 然後他就是要對他的仆人說話 然後這個仆人聽到這個話的時候 也許是用禱告的方式 也許是用唱歌的方式 也許是協曲 也許是敬拜的方式 要把這個信息release給這個世代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棒 很棒的一個服飾的一個範圍 因為我相信不一定是我得到那個地方 而是當我禱告 當我歌唱 當我向神開始講祂的心意給祂的時候 向祂的心意告訴我 然後我在禱告出來的時候 神就開始做工 然後當我們也許有機會可以到那個地方 看到祂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心裡充滿很多的敬畏 其實最主要就是華人要能夠了解敬拜是什麼 而且要能夠在敬拜裡面被神摸著 才會能夠有敬拜的音樂 屬於華人的旋律出來 但是如果沒有被摸著的話 出來的東西都是比較流行性 或是比較不同的 但是當一個人的生命被神摸著 被神改變 尤其在敬拜裡面的話 那他們寫出來的歌又會不一樣 所以這其實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因為你本身你要跟神很close 你的關係要很好 然後另外你的音樂罩子 也要有一定的水準 那也難怪作品 好的作品也會相一樣的 也是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的禱告就是 當我們到各個地方帶敬拜的時候 我們讓人能夠體會到說 什麼是在敬拜當中被神來摸著 什麼是在敬拜當中 神把他的心意告訴你 傳達給你 那當這樣子人領受到的時候 甚至看到這樣子的意象 看到敬拜可以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我相信會有更多更多的 這些的音樂者 音樂者開始 開始Rise up 然後開始寫歌